众所周知,杨坤凭借一首无所谓一炮而红 帕纳莎雅又非常具有磁性的独特声音 将这首情歌唱得令人心碎 后又在中国好声音上担任导师 总是用32场演唱会 吸引选手加入自己的阵营 而在这几年,杨坤的人气却下滑严重 一度跌出了一线歌手的行列 为了圈钱 他更是加注了直播大惊 但又因一张嘴不断作死 最后悄无声息直播也没人看了 而说起杨坤歌唱事业直线下降的原因 还要从他得罪刘德华事件说起 那么杨坤是怎么得罪刘德华的 为何如今能落到惨遭分杀的地步 这里是显一季本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曾经的音乐天才 杨坤 2021年 49岁的歌手杨坤在出席某楼盘商演时 发生了非常尴尬的一幕 因为商演 现场的观众们机 刷刷的对着他喊刘德华 杨坤对喊刘德华 并不是 这次杨坤的商演造型 看上去像刘德华 导演认错了喊错了 大家是故意这么喊的 在视频中杨坤穿着白色内搭红色皮衣 膝盖破洞的紧身牛仔裤黑皮鞋 几十年如一日的酷酷的打扮 端台前双眼的主持人为了调动气氛 希望现场的观众能喊出杨坤的名字 把他请上台 通常这是双眼中很常见的一个桥段 结果当主持人说完跟我一起杨坤 杨坤321号 观众们却喊出了刘德华 刘德华 刘德华非常整齐而响亮 这一场景 估计在所有商演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上演时即使歌手带过去 既然主持人这么说了 现场的观众还是会比较给面子 大声呼喊歌手名字的 但这在杨坤身上却成了那个例外 不过杨坤毕竟做了多年歌手 各种场面都见过 即使对着他喊刘德华 他也没有扶秀离开 而是长来着衣服上了台 开始唱他的代表曲目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杨坤在台上重复唱着这三个字 似乎在回应 他们喊在都变刘德华 舞都无所谓 可是 为什么现场观众会这么不给杨坤面子 对着他大喊刘德华呢 这还要从杨坤自己身上找原因 原来早前杨坤在直播中 藏批刘德华不是好歌手 他说从严格意义上讲 刘德华不算是一个真正的歌手 之所以很多人喜欢他 是因为他塑造了很多好的形象 舞台上表现力很强 唱歌的时候 容易会让观众想起他曾经扮演的角色 言外之意 似乎是觉得刘德华歌唱的一般 演唱全靠观众们的粉丝滤镜 原本杨坤和刘德华似乎也没什么交集 结果因为这句话 引发了刘德华技术庞大的粉丝的怒气 分作回对杨坤你配骂 你有资格说刘德华吗 你的主业是歌手却只有一首无所谓 作为歌手的成就完全比不上刘德华 对此杨坤又专门再一次 出镜中澄清了这件事 不过 他的态度并不是刘德华粉丝所期望的 诚恳道歉的态度 而是对着镜头向刘德华的粉丝 隔空喊话 我觉得我说这个话没有任何毛病 你们对我 我觉得你们对错了 我没有说刘德华任何一个不字 我怪问大家 刘德华的主业是不是演员 副业世播 是歌手可想而知 即使杨坤曾经可解释了从他的角度 他觉得自己没有说 但是刘德华的粉丝并不是这样想的 因此直播间下面 除了继续被你配盲刷屏之外 大家开始刷着刘德华的名字 如今刘德华刘德华的亮相 从杨坤线上的直播间 转战到了杨坤线下的双眼 出现了上面那尴尬的一幕 其实反观杨坤的出道是 他也并非专业歌手出身 出身于内蒙古的他 最开始是在钢铁公司上班 是一位变悍工人 这个职业和歌手拔杆子打不着 但在偶然的机会下 他接触到了音乐 钢铁厂联合电视台搞起迎国庆活动 举办了一场唱歌比赛 没想到杨坤拿来个冠军 此后他在友谊 往音乐方面发展 后来有电视台的人介绍他去了文工团 因此他开始在全国各地分台演出 同时他也给他积累了不少的舞台经验 后来在文工团出来后 杨坤又去了酒吧当助唱 在那里受到感情伤害的杨坤脱受打压 创作了无所谓 本想借此舒缓苦闷的心情 不料爆红海顺利拿到金鸡奖 随着中国好声音横空出世 杨坤纳英 于晨静和柳黄四人作为导师 重新回到娱乐圈 杨坤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也再度凭借着好声音这个舞台 卷土重来 甚至很多人都记得 他在好声音舞台上那句经典的台词 我可是一年要开32场演唱会的 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 从作为好声音导师的他 靠着综艺翻身 身价防备 然而在失去好声音的光环后 杨坤立马被打回原型 甚至不如从前 因此看到他人直播带货赚钱 杨坤也转战直播行业 硬批评刘德华尝到甜头 直播间人数暴增 杨坤开始再一次效仿 当时惊 雷是在网络上 非常火热的一首网红歌剧 是典型的喊卖歌剧 走得非常接地气和土海风 其实 这种类型的音乐一直都是有争议的 一般的专业音乐人很多都看不上 各种鄙视 但是他就是火了 杨坤就在直播中直接变色了这首歌 杨坤的原话是一声惊雷把我劈醒了 真的是给了我一个惊雷啊 要歌没歌 要旋律没旋律 太难听知道吧 神马东西 知道了杨坤的评论 惊雷的原唱MC六道 也终于忍不住出来回应 他表示音乐没有高低之分 大家都喜欢惊雷 说明大家都在里面感受到了快乐 给人快乐的音乐就是好音乐 他还说你说惊雷难听俗迹 当他比你任何一首作品都火 一次再喊话杨坤 然后事件彻底爆发 无数网友留言各书己见 本以为事情发展到这里会就此作罢 不料杨坤再次出面回应 他说咖啡和大蒜我都喜欢 但是惊雷就算了 直接了当的对 丝毫不给别人留一点情面 但是纵观该事件始末 世界多元 音乐也应该是多元的 MC六道说的没错 音乐没有高低之分 多元化的土壤 才能用于更多更好的音乐 这些专业音乐人看不起的音乐里 一样人生化出好的东西 所以对于惊雷这样的歌剧 觉得不喜欢可以 但是真的没必要排斥和歧视 包容他让 他在那里就好啦 让喜欢的人继续喜欢 除此之外 杨坤不仅批判网络歌手 他还碰子杨幂指出搭假唱 说他真唱不行 引起粉丝不满 当年杨幂因为出演公所心欲 这个电视剧爆火 而且主题曲爱的公羊也是由杨幂唱的 杨幂火了之后也经常出去演出 演出就是唱歌 不过因为本身歌唱的不好 有时也只能假唱 若在香港宣传新电影天生一对时 被要求演出唱到尾声影响出了问题 没声音了 可是现场只看到杨幂东嘴 什么声音都没有 顿时杨幂假唱的消息非常的沸沸扬扬 而对于杨幂假唱这个问题 同样杨幂受采访时说杨幂必须假唱 因为真唱他可能是没法唱了 杨幂还解释说 杨幂本身很好看的 如果唱的不好 形象就大打折扣 还不如假唱 杨幂还没说够 所以后来再次补刀 解释说每个人都很努力 不要拿自己的短处 去毁了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言下之意杨幂除了漂亮就是漂亮了 只能靠脸蛋吃饭 看破也不要说破 毕竟大家一起混娱乐圈都不容易 但是 嚣张狂妄的杨幂可不知对非专业歌手 就连专业歌手也难投他的毒蛇 曾经有记者问到杨幂 你觉得李宇春唱歌怎么样 当时杨幂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并没有逃避 直接公开嘲讽 对于记者说李宇春压根就不会唱歌 他们那些超级女生 唱得最好的是张亮眼 所以就是因为杨昆这一句话 也是引起了两家粉丝的骂骂 更是有李宇春的粉丝 到杨昆的社交平台去骂骂他 说杨昆凭什么这么说李宇春 他以为他是谁呢 因为唱了一首无所谓 就对于什么都无所谓了吗 还公开嘲讽李宇春 真的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所以杨昆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也是引来了骂声 不过杨昆对此争议丝毫不在意 也是验证了他的臣名曲无所谓 杨昆凭借一张嘴不断作死 最后只能出现在直播和商店的舞台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这期间屡次有喝醉酒的状态 因而被责备无经验人品差 看来人气下滑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后来杨昆带货也未获得太大成就 还被商家各种吐槽 带货不行就继续啃成本吧 赎金的杨昆已悄无声息 即便直播也没人看了 也许是觉得带货这条路不好走 杨昆又开始频频 出现在小型的商演舞台上 虽然环境简陋 但是每场的出场费也高达几十万 但不管怎么说 杨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还是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继续传播正能量 我们只希望杨昆的将来 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关于杨昆的毒蛇你怎么看 你喜欢杨昆吗 这里是显玉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